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心里更是怒火狂作 夏丹道微微皱眉 就在他要说话的时候 忽然将目光看向外面 什么事情 进来吧 一名身穿黄色修士服的男子走了进来 这男子对夏丹道躬身一礼 回禀殿主 星空战场出现了新的虚空通道 又有别的星路修士出现 夏丹道站了起来 黄仪男子答道 这次不是星路修士 而是大量的星空兽 等级最高的星空兽超过了九级 我真抹大陆的星空大阵岌岌可危 星主已经亲自出动 并且命令我通知各大殿主 夏丹道点头 我知道了 说完他对夏莫说 你要去失落大陆也不是不可以 现在和我一道去星空战场失恋 若是你能爬上星空榜 我就允许你去失落大陆 就算是你想要的那个女人 我带回来交给你也不是不行 哪怕虚耻荒阻拦也没有用 是 父亲 夏莫心里大喜 只要将岑淑音带回来 时间长了 他就不相信岑淑音不同意 感情是慢慢培养的 之前 他不过是和那个散修在一起的时间 长了一些而已 至于父亲 为什么知道他想要岑淑音的事情 他根本就不意外 自己做的哪一件事情 父亲不知道啊 至于星空战场 他一样是早就想去了 只是父亲一直觉得 他修为虽然不错 但战斗能力太差 这才不允许他去星空战场 现在看样子 父亲是想通了 要让他去星空战场 始练一番 话说两头 五行与城的百宗联盟大会 已经圆满结束 对莫无忌成为百宗联盟宗主之后决定的事情 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满意 五行与城早已建好的各大商楼和场所还没有分配 现在各大联会建立后 很快就在五行与城找到了驻地 同时开始登记入回修士 最不满意的自然是江秀山 若是没有雷家的事情 江秀山也许就放低一点姿态 和莫无忌说和说和 但是玉林雷家居然被天机宗给灭了 他如何可以放低姿态 假如莫无忌不是百宗联盟的盟主 他说不得都要为玉林雷家亲手报仇 哪怕玉林雷家的确找死 但玉林雷家好歹有一个雷弘吉在他的大眼宗 他这宗主要是一点事情不做 将来雷弘吉回来了他该如何面对呢 可惜的是莫无忌摇身一变成了百宗联盟的盟主 他大眼宗不想找死的话 就最好别去触碰那莫无忌 不过莫无忌才不会去管江秀山事和想法 他拦住了一名刚从会坛上下来的一名宗主 这是一名满头宗发的男子 眼睛带着妖异的蓝光似乎能把人给看穿 请问可是天魔宗的方振天方宗主 莫无忌抱拳 宗发男子微微一笑意识抱拳回礼 正是方某见过莫蒙主 莫蒙主在这次百宗联盟大会上的决策 方某由衷敬服 莫无忌一笑 多谢方宗主太爱 以后还要请方宗主多多支持才是 今天我找方宗主是有一事相寻 不知贵宗可有一名叫杨盈平的女子 方振天微微一争随即就说 没错 杨盈平的确是我天魔宗的真传弟子 几年前就因为一件事情开始闭关了 莫无忌拿出了一只寓笛递到了方振天手里 这是贵宗弟子郑和飞临死之前 让我带给杨盈平的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今天就请方宗主带回去给那杨盈平吧 对了 盛和飞在五行荒语死在了东伦手下 东伦被我杀了 一只没有找到机会自然是托子 主要是因为莫无忌一直没有实力去做这件事情 若他是一个普通散修 去做这件事情时 说不定就会被抓起来询问半天 最后甚至会送掉小命 现在他是百宗联盟盟主 又是天机宗的宗主 再拿出这只寓笛只会收获感谢 方振天接过寓笛没有半点差异 只是对莫无忌一抱拳 多谢莫盟主为我天魔宗这点小事烦心了 标面平静淡然 但他的心里此刻在狂呼 天魔笛 没想到天魔笛这么简单就到了他的手中 这是他交给每一个进入五行荒域弟子的任务 结果郑和飞找到了 却没有命带回来 好在郑和飞还知道让别人帮这个忙 但是他要强行控制自己的情绪 绝不能让眼前的莫盟主有半点怀疑 方宗主客气了 莫无忌连忙说 他心里略为有些奇怪 按理说自己好歹也是一个盟主 方振天不至于这样不嫌不淡的感谢一句吧 连邀请他去天魔宗的场面话都没说上一句 而且他见方振天离去的时候似乎颇有些急切 自己只是帮天魔宗的一个弟子带上一件东西 方振天需要这么急切吗 也许他有别的事情吧 莫无忌很快将这念头抛在了一边 他转身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名中年儒士 尽管这中年儒士没有上过大会圆坛 但莫无忌仍旧能感受到他的强大 这至少是一个虚神圆满 甚至是真神境的强者 清云宝沈柏琪见过莫蒙主 不等莫无忌开口 这中年儒士已经主动抱拳问候了一句 清云宝沈柏琪 莫无忌想了一下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看见莫无忌没说话 沈柏琪微微一笑 莫蒙主也许不认识我 但我相信莫蒙主 于定计的小女 莫无忌文言 心中暗想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凭什么要记得你女儿 虽然这么想 但她还是一抱拳 不知另爱是 小女沈莲 在常洛城 与莫蒙主有过一面之缘 沈柏琪面带笑意地继续说 他心中也是暗叹 若非眼前的莫无忌 已是百宗联盟盟主 他哪里有这么多废话 早就抬手将其抓走了 莫无忌瞬间明白了过来 沈莲他自然熟悉 事实上 他的修炼启蒙者就是沈莲 不但如此 他的五子丹书还是沈莲送的 现在沈莲的父亲来了 莫无忌立即极为客气地说 原来是沈丹师 莫无忌多有怠慢 他不知沈柏琪是青云堡的宝主 却听沈莲说过 他父亲是一名顶级的帝丹师 沈柏琪连忙客气地说 不知莫蒙主 可否有时间与我一谈呢 当然可以 沈丹师请 莫无忌一身手 依然很客气 他受过沈莲的大恩 沈柏琪来了自然是要给面子 相距莫无忌略远的地方 文曼珠看见莫无忌和沈柏琪离开广场时 叹息了一声 慢慢转身离开 本来他还想找莫无忌说上几句 可是本身一直有些犹豫 现在莫无忌离开了 他是再也没有勇气追上去 此刻能和莫无忌说话的 哪一个不是一宗宗主或是一方霸主 而他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而已 想当初他还想着自己和莫无忌是两个世界 等他销炼有成送莫无忌一场富贵 现在想想着实可笑 沈丹师不知沈莲可好 到了一家刚刚开张的灵茶室 莫无忌主动为沈柏琪倒了一杯灵茶 沈莲被我灌了禁闭 因为他偷走了我的吴子丹叔 沈柏琪说完淡淡看了莫无忌一眼 然后才继续说 听他和他的母亲说 吴子丹叔是交给你了 莫无忌顿时皱眉 他的吴子丹叔的确是沈莲给的 可沈莲说是地摊上买的 怎么就变成了偷他老爹的 很快莫无忌就反应了过来 在地摊上都能购买到吴子丹叔 那这运气得多逆天呢 看样子是沈莲骗了他 没错 吴子丹叔的确在我身上 吴子丹叔我也可以还你 但你必须把沈莲放出来 他没有错 莫无忌的语气冷了下来 哪怕沈柏琪是沈莲的父亲 关禁闭这种话 他一听见就极度反感 他倒是没有怀疑沈柏琪的话 沈莲给他吴子丹叔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现在既然沈柏琪知道 肯定是从沈莲那儿问出来的 另外沈莲和沈柏琪 的确在容貌上有那么一点点相似 沈柏琪微微一称 他想不到莫无忌会 如此痛快地拿出吴子丹叔 事实上他已经准备好放血 交换回吴子丹叔的 因为眼前这个莫无忌 可不是他能够要挟得了的 多谢莫无忌 若是可以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放了沈莲 因为我将沈莲关禁闭的事情 惹怒了他娘 他娘已经在半年前 带着沈莲离开了青云堡 沈柏琪的语气里透露出了一丝疲惫 宗主 比罗门的贺建廷我已经带来了 同来的还有比罗门的宗主韩行 还未等莫无忌拿出吴子丹叔 行皇已经来到了莫无忌的身边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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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